64 大公報 紅陣營發言人添兩位80後 2015年7月12日台灣新聞A11 大公報信 據中通社報導 中國國民黨准總統參選人 紅秀署陣營11日宣布 將加入異名新發言人 分別為年僅26歲的徐考森以及27歲的李闖志 預計下週完成進駐 至此 紅陣營的發言團隊張重現有的郵子祥48歲 楊永明51歲兩人擴大到4人 紅秀署當天下午受訪表示 這兩名新發言人在學生時期都曾參加過不少社團活動 口才很好 邏輯也很清晰 對事情很有自己的見解 他指出 過去自己在黨內初選階段的競選活動 也都是靠年輕人再幫他 紅秀署開橫笑說 我最羨慕他們 橫說最喜歡徐考森 因為他身高跟我一樣 沒有威脅感 紅表示 徐考森和李闖志將進入發言人團隊 擔起發言大任 他不擔心發言人過於年輕 年輕人富有活力及創意 多謝重年輕人是好事 也會給年輕人更多力練的機會 徐考森出生於台北市 目前為國民黨民傳會 國際議題中心代理主任 也是國民黨國際青年民主聯盟 的副主席 他表示 認識紅秀署是在馬英九字黨主席 由紅代理的時期 他相信紅秀署在帶領台灣社會上 也會做得非常好 對處處者非常有信心 李闖志來自高雄市 目前擔任中華青年創新網絡協會李市長 中華雅博青年會李市 以及環球科大通識中心兼任港市 他表示 大學時期就聽過紅秀署的演講 認為紅秀署非常了解和理解年輕人 和年輕人活有距離